字幕提供 第四個部分是傳說美人姊姊的隊伍組合 傳說美人姊姊的技能組分為兩個部分 攻擊技能的鳴弓箭矢 輔助技能的康特樂琴 以下數據都是技能20級的 範圍射擊 對前方範圍5名敵人造成340%的傷害 攻擊範圍大而且是電擊傷害 冷卻時間短、傷害高 新怪效率還不錯 輕彈箭頭 對單一敵人造成242.5%的傷害 命中後會彈射到附近兩名敵人造成一半的傷害 簡單來說就是可以打三名敵人 沒有指定攻擊方向 所以有可能會彈射到後方或是遠處的敵人 冷卻短、消耗低 轟擊 連續攻擊單一敵人造成482.5%的傷害 單體傷害非常高的攻擊 用來打王或是PVP都還不錯 不古鳥的吶喊 最多9名我均25秒內增加爆傷105% 姐姐最強的增傷技能 冷卻時間長但是效果非常的好 配合任何角色都好用 連補師的補血都可以爆擊 那可以大大提升隊伍的能力 春芬的仙律 刪除隊伍三人身上的異層級的異常狀態兩個 並在接下來的10.5秒內免疫異常狀態 在PVP是非常強的一個技能 開場先放就能避免被控場 蒼空之光 我均最多6人20.5秒內全能力加3 可以增加隊伍整體的能力 不管是生命、防禦、攻擊還是攻擊速度 全能力加3持續20.5秒 太陽的祝福 我均最多6人25秒內技能冷卻減少10.5% 可以加快技能的使用 配合法師效果比較明顯 白咒的回升 最多9名我均35秒內對怪傷害增加102.5% 並且將傷害的10.5%吸收為體力 簡單來說就是增加打怪的傷害 並且可以吸血的BUFF技能 在掛王或是打王都非常的好用 35秒的持續時間又很長 隊伍夠力的話可以直接取代補師 一般PVE的技能推薦 不古鳥的吶喊加白咒的回升 這是比較省水的技能組合 只放兩招輔助技能 甚至可以只放白咒的回升來吸血 如果你要提升掛王效率又不用省水的話 可以加上範圍射擊跟輕彈箭頭 PVP的技能推薦 不古鳥的吶喊 蒼空之光 春芬的仙律 轟擊 因為BUFF技能會在倒數時就先放 所以不古鳥的吶喊跟蒼空之光放在前面 這樣開場倒數後就會放春芬的仙律 解除異強狀態或是直接免疫異強狀態 讓隊伍有足夠的空間來攻擊 而轟擊則是單體非常高的爆發傷害 以下都是20級的數據 鋼鐵身軀 20%機率無視肉體系異常狀態 煩躁 攻擊被格擋或是閃避後 下一次的攻擊增加20% 遊戲中後期算是不錯的增傷、打王或是PVP 也容易被觸發 持盾 20%機率無視精神系異常狀態 反擊炮 待機狀態基本攻擊增加10% 就是你進入戰鬥,第一下攻擊會增加10% 敵人閃避攻擊時40%的機率 3秒內增加10%的攻擊跟命中 適合中後期的掛網的特性 防禦貫穿 無視敵人10%的防禦 萬用的增傷效果 加重拋射 跟敵人距離100米內時 爆擊率增加20% 非常適合掛網使用的特性 100米其實蠻大的 只要怪物數量足夠的話 基本上就是20%爆擊率常駐 渾身試鏡 滿血時爆擊率增加20% 你要維持滿血其實是有點困難的 要滿血就不能讓怪物貼身 所以這個特性是跟加重拋射有點相衝突到的 建議二選一就好 爆擊攻擊速度 姐姐爆擊時全隊6秒攻擊速度增加20% 這個是團隊特性 但是觸發條件是姐姐的攻擊暴擊 其他角色暴擊不會觸發這個特性效果 野獸獵人 對野獸系敵人增加10%的傷害 這也是一個團隊特性 那野獸系敵人其實蠻多的 你只要看起來是動物的 通通都是野獸型敵人 新手建議先點暴擊攻擊速度 可以有效提升隊伍的掛網效率 之後可以點加重拋射跟野獸獵人 渾身試鏡的條件不好滿足 所以我不建議點 那之後有錢呢 可以點防禦貫穿跟激昂 強打PVP的話 可以點鋼鐵身軀跟持盾 來免疫異常狀態 傳說美人姐姐是一個本身傷害很高 輔助能力也很強的角色 在隊伍中呢 他可以擔任主輸出手 也可以當作一個增傷的輔助使用 那不管在PVP或是PVE 都是非常強的效果 承接前面的角色定位 根據傳說美人姐姐的特性 在PVE的話我會推薦 傳說美人姐姐、弓箭手、難補 那你可以把弓箭手換成小胖或是弩箭手 這樣的隊伍的輸出非常的高 有姐姐的吸血跟難補的治療 隊伍的續戰能力相當的穩定 那姐姐增加傷害跟攻擊速度 可以讓弓箭手或是弩箭手的攻擊速度更快 加上兩個輸出都是遠距離的 掛網可以定點攻擊不用跑來跑去 掛網效率自然是更高的 PVE的話就沒有一個特別指定的組合 姐姐不管搭配誰都很好用 因為她在PVE的重點是免疫異常狀態 並且大幅提升隊伍的傷害 所以搭配誰的話都有很好的表現 那以上就是這次要分享的內容 不知道各位看完之後 對於傳說美人姐姐這個職業 有沒有更了解一些 如果這個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讚跟分享影片 想看更多影片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別忘記打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影片通知 有什麼建議或是想看的內容 都歡迎留言給我 我是老宅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